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沙为当地动作语言的发音 是五个自然寨的总称 以为草木繁盛的地方 苗寨虽历经现代文明的冲击 却仍然保持着千年以前的民族传统 吸引着各地游客到这里参观 巴沙人用鸣枪的方式迎接客人 源自这里的特殊民所 当地能够默许巴沙人只有枪支 也是出于尊重巴沙男人 传承千年的古老习俗三剑宝 第一个是头上这个发剑 头上这个发剑 那么就是我们 发剑 这个发剑是我们古老流的下的一个是一剑宝 是主要的一剑宝 那么第一个二剑宝呢 那么就是这个枪 这是第二剑 第二剑 那第三剑宝 第三剑宝呢 那么是腰刀 滚鸠丢是巴沙的一位债劳 由于他的技法娴熟 所以经常为到访的游客展示用镰刀剃头的绝火 儿子滚拉鸠是表演队的队长 负责表演苗族传统的卢生舞 以及向游客讲解使用火腔的注意事项 拉鸠的儿子叫云拉 尽管他现在只有六岁 但是拉鸠已经为儿子日后的成年礼准备了短枪 因为在巴善苗寨 枪就是男人的标志和象征 一个男人所以他没有带枪 没有本事带枪的情况 那证明这个人呢 也比他的价值比较低一些了 制造一杆火枪 其实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但是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枪柄 可要废一番周折了 倘若再将枪柄大摸光滑 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这个就是想说那个枝 这一节就是树根了 树根和树枝的连接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很难找了 在坡上难得有弯的这个地方吗 它一般都直的 有些弯也弯不好 你拿过子来自己搞了弯 它不仅的一碰的底下 它都不断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 我刚才找没有找到连接的地方 这种自制的火枪 当地俗称土枪 它不能发射子弹 需要直接从枪筒灌入火药 而火药也是受到管控的物品 那么居住在深山密林的巴沙人 又是从哪里得到火药的呢 跟随债老父子的脚步 我们来到附近的山上 寻找一种叫做五辈子的树 就是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个五辈子树啊 五辈子树 就是砍了个树 就用这个树 债老指挥儿子拉丘 砍下一段五辈子的树枝 随后熟练的将树皮剔除 我们感到疑惑 这样一段去的皮的树枝 会跟火药有什么关系 这时 债老带着我们又来到了一幢老宅 他说 老宅地基的石头上 会有配置火药的重要原料 哪个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了 你看 一刮起来它 拖了一层一层的这个 就是这个了 拿手一碰它就掉了 对了 可是这块 为什么这个石头上有 旁边那个石头上就没有呢 那么这个东西它它这要一个地方的比较很肥 有肥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猪牛经常窝尿下这个地方来 它这个肥它这有点污染的东西的它就肥 那它们就是长的这个东西 返回债老家里 我们首先对从石头上刮下来的白色金状物 做了可燃性试验 又将削过皮的树枝 砍成小段 烘干 燃烧 把所有材料按照一定比例加以混合 火药的配置工作就完成了 这个过程 别说我们 就连拉丘 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 在老特别盯住 最后将这些材料充碎的过程 是必须要在室外进行的 在您充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有可能燃烧或者叫爆炸吗 木杰 是 这个一般你 这个 这个对冲的 都是木头的不可能爆炸 如果 这个一般是铁的 或者底下的 这个是暗示的 那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爆炸 百分之百爆炸 这就是刚才为什么 我们不能在屋里用那个铁碗来弄 是吧 对 不可以 不可以 十分钟之后 所有的材料都变成了细碎的粉末 混合在一起 这就是巴刹土枪使用的火药了 在正式装枪使用之前 我们首先对火药做了一个小测试 没有危险吧 没有危险 肯定没有危险 没有危险 你不要害怕 哎呦 你看 哦 今天还是很大的 其实这个已经减亮了 对 对 为了防止自然 巴刹男人将火药装入用牛角制成的容器 将铁砂粒装进一个葫芦 与火枪一起随身携带 这也成了巴刹男人的又一件标志性事物 在老代我们穿过苗寨 寻找一个可以安全使用火药的地方 一路所见 巴刹的民居全部是木质甘蓝式建筑 这里的房屋通常建在斜坡地段 一半傍山 一半吊脚 大大的人字形屋顶 小小的几扇窗 地板高立地面 日本的衣室神宫正变 建筑风格与巴刹有很多相同之处 所以近年来 引着许多日本客人先来寻踪溯源 在一片稻田附近 摘老用水底的泥榜 制作了三个可用来射击的榜子 榜心就是一片树叶 从这个地方往这个榜子上打 对 大概有20米吧 有了吧 有20米吧 把适量的火药从枪筒灌入 充实 再放入铁砂粒 并且用一小块保纸片 将铁砂粒固定在底部 我们正专心看着债老 完成这一系列工序 却没想到 他突然打出了第一枪 你瞄准哪个 中间的哪个 高粱 我没想到你这么快 你就放枪了 我完全没有准备 我以为你还在准备教我 这个怎么办 这个枪已经发上去了 债老和拉丘分别做了示范之后 为了保证安全 又对即将进行体验的记者 做了重点的讲解 你也不要这么打 这么打的如果这个枪有耗力退掉 那么就退掉到你的嘴 后者的嘴 要打到自己了 你打回来这么打的 他这个鱼嘴 一想起来 一好要的 碰出来对你的眼睛 它还会碰出来 碰出来对你的眼睛 你就这么打 你就这么打 你打一般到九环左右啊 九环 好像一个兔子 在这个地方也跑不了了 管车是打得掉的 是吧 小鸟是什么 一个小鸟 那你再小也想搞不到 拉丘打的跟靠近中心是吗 拉丘打的对十环 重了两颗 重了两颗 这个小树叶上重了两颗 那么等于重这一颗 对它的翅膀 那中间最后它肯定死了 这个致命了 对了 打中间了 打在中间了 大家看到这种自制土枪的威力了吧 装到枪筒里的 其实也就是半个绿豆大小的铁砂粒 但是呢 打在我们制作的那个泥把子上 却是苹果大小的一个窟窿 那么八杀人为什么会离不开枪呢 据说啊 在过去那个地方是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 常有猛兽和稻匪出没 于是呢 村民们就自制火枪 还有其他的武器 看家护债 因此呢 还产生了一种比较特别的哨索 用浸过水的稻草 拧成一根上百米的绳子 这是八杀人为荡鞦韆 而专门制作的绳索 我们实在想不通 那么容易被折断的稻草 怎么会变身成结实的绳索 用这个水稻搓这个绳子会结实吗 这个水稻一根的话好像很容易就断了 多根就没事了 您拧一下这样转一下那就没问题了 是吧 对 我试试 您可以用两三根呢 如果把它拧起来的话 对拧起来 它就会结实是吗 对 那就是这根绳子的话 最后斤住两个人会有问题吗 这个应该三百天四百天没问题的 四个人都没问题的 因为过去八杀常有盗匪入侵 为了安全防范 寨子里的年轻人会持枪 轮流在手脑坡站岗放哨 在荡鞦韆的同时 既可以很好地观察外来者的情况 也可以借此让入侵者误以为 这里的人会飞 从而下退倒飞 我们也想尝试着踏上绳索 瞭望远方 没想到陷阶摔倒在起点上 我喜欢左脚 左脚可以可以 太滑了 现在两个手要握着这个绳子 上一点 对 来吧 好好好 我这个看着心情远啊 哎呦 怎么样客气了吗 要不要再当高一点 我已经到极限了 我觉得 后来 这项活动因为有了女孩子的参与 久而久之 演变成了如今浪漫的秋千情人节 尽管巴沙男子人人有枪 但是他们自身对枪支的管理十分严格 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治安事件 而历史上巴沙人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 一直沿用至今 水牛看似温顺 但是当两头供水牛相遇时 就一定会一决高下 债老告诉我们 这就是巴沙人从前解决一些所谓的难题 纠纷时所采取的方法 大家信守承诺 愿赌服输 如今 斗牛已经演变成了远近村寨 备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巴沙男子头顶上的发迹 被称作护棍 巴沙人认为 这个发迹是连接祖先 持有灵魂的命脉 也是财富与权威的象征 所以巴沙男人从小到大 都是这种发型 这一天 拉丘要给儿子晕拉剃头 这是巴沙父子之间寻常可见的事情 只是我们未曾想到 理发的工具竟然是一把割草的镰刀 也许是对拉丘的剃头技术还不放心 债老一直陪在旁边观察指导 用镰刀剃头有没有危险 那肯定有危险 那又有一点的技术 要不然夸了一层皮了 又不得了 现在您小的时候是谁来给你剃头呢 是我爸爸 你的爸爸 所以这个手艺你是掌握得很娴熟的 哎呦 直过放一百个心 最终 债老还是忍不住替换了儿子 亲自上手 的确 对于这门手艺 拉丘还远不及父亲 巴沙男孩年满十五周岁的时候 其父母会邀请寨子里 一位德高望重的债老 为他举行成人礼 在成人礼上完成同样的发型之后 这个巴沙男孩 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火腔了 债老还向我们介绍说 巴沙的男孩子 在完成成人礼之后 都要去水里捉鱼 谁捉的鱼越多 就预示着谁将来的本事越大 所以巴沙的男孩子 从小就会练习捉鱼 成年的巴沙男人 各个都是捕鱼的高手 并且还由此创造出了一些捕鱼的工具 您看图片里头 这个债老和拉丘挑着的 都是自制的捕鱼工具 那么这些工具又是如何使用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巴沙人的传统生活技能 都是来自于父子之间 母女之间的手口相传 巴沙的女孩子 从六七岁开始 跟母亲学习绣花 十五六岁便可为全家人缝制衣服 相比较而言 巴沙的男人 则需要学习更多的本领 建房 耕种 捕猎等等 在债老家里 我们看到了很多用竹条编制或者木料打制的生活器具 就是这个呢 就是换油 换油 换油 我们一般上坡家 干活啊 就是把饭包拢在里头 换菜 它里面装饭的 上饭的 像这些手工制作的这些东西 都是您家里做的吗 这路是我爸爸做的啊 因为对捉鱼比较感兴趣 所以债老从父亲那里 学习了用竹条编制捕鱼工具的办理 这个造型像水壶的器具 就是专门用来捉泥鳅 捉小鱼的工具 那你现在交给儿子了吗 哎呀 这些儿子不肯来修 一般古老的东西啊 这小子他不想装 他只想用这个现代化的东西了 带上这些自制的捕鱼工具 我们出发 去到山上的稻田里试试运气 巴刹四处环山 没有一块较大的平地 苗寨先祖们历经千百年的开垦 才在山石陡坡之间 为后代留下这一块块 赖以生存的田地 因为这些稻田常年蓄水 所以稻田里渐渐有了 泥鳅鲤鱼等物种 尽管现在已经到了四月份 但是我觉得这个水里的这个温度 还是让我觉得有点冰冷 这让我想到为什么在贵州地区 人们非常喜欢吃辣 因为只有这样辣椒 这种刺激才能把冰冷的水里 给人们带来这种寒气潮气 驱除掉 以保证人们的健康 在债老的指导下 我们选定位置 用水底的泥巴筑起一道泥墙 只留下一个竹转大小的缺口 用什么把它塞住 就是把这个稻草对吧 这就可以 对对对对 哦 把它洗一下 把它洗一下 洗一下 哦 对对对 把它弄 都塞住 哦 塞住 塞住 塞住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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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口朝着这边 这边 这边 那边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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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了吗 还没行 还没行 哦 哦 这样 哦 这样 完全把它堵死了 是吧 把它堵死了 那这个这就是我下的了 对了 明天看它里面 收获 是啊 如果明天扎这刀 那那证明 你这人有本事了 哈哈 我们分头 在几块稻田里 设置竹转 期待第二天 会有所收获 而接下来 才是债老 真正展示 巴刹人不渝技能的时候 你拿手摸坏 转一转 转转 有不有 摸了 摸了 扎给巴布 哈哈 你看 棒了 打了 扎要到了 扎要到了 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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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您是怎么判断的 判断这个有气泡吗 哎 对 它已经浑水上来了 我一晃着 扎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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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第一次出手 就有所收获 这让我们在兴奋的同时 感叹债老高超的捕鱼本领 而就在此时 债老淡定自若的 第二次放下了猪筐 你的状态 到底有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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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它好像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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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扎一条 哎呀 你这个本事很大 哈哈 我是只是摸鱼 我一见本事在您 哈哈 我只是把它摸上来 哎 扎一条 哎 见到有鱼桌 债老的两个孙子 一下子兴奋起来 叫嚷着也要下水 这样的场景 债老和拉丘 小时候也曾经历过 苗寨里很多生活的技能 就是在童年的这种游戏中 得到了传承 离开的时候 债老用杂草做了一个标记 放置于稻田里 意思是提醒其他人 这里已经放下了竹转 第二天 我们再次前往放转的稻田 因为下了一夜的雨 山路比之前难走了许多 不过这对于债老和拉丘来说 早就习以为常了 他们更担心的是 稻田里的水多了 竹转里的鱼会不会跑掉 大丘 这个水比昨天摄了吗 对 摄了很多 大概摄了 十公分了吧 是这样啊 这一场雨下了之后 我们那天下的那个钻 全都看不到了 对 看不到了 昨天好像在这里 这个地方我下了一个 这个地方我下了一个 我摸摸啊 不知道它在哪个位置 在这里 看一下啊 哇 真的有 有吗 有有有 我觉得有 不是 你又是一个小鱼 看到了 看到了 一条两条 三条四条 五条 六条 五六条 那你证明你这个本色大得很大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们我们小的时候第一次装那个有的时候是空的 没有 我就我就 我们跟随着债老夫子 将此前设置在稻田里的竹转一一找到 对 把捕获的小鱼 泥鳅收集在一起 分量足有两斤 巴沙男人精通捕鱼 也擅长烹饪 他们把泥鳅油炸 鲤鱼烧烤 小鱼做成蘸水 其味道都是别具风味 但是最具巴沙特色的 要属红肉和牛扁这两道菜 将猪肉切成大片 放在火上烤熟 然后切分成小块 放入巴沙特制的各种香料 最后将一袋新鲜的猪血倒入拌匀 因烤肉被生猪血染成鲜红的颜色 故这道菜具名红肉 品尝一下 试一下 我是很想尝一下 但是我想知道 这个我吃了会不会拉肚子 没事没事 是吧 好那我尝一下 我们经常吃 是吧 来一块吧 我这冯姨你磨发辣肚子 嗯 其实味道还可以 可以是吧 我感觉不到这个生的血的这种味道 没有那个腥味 可能是因为这个香料的关系 对吧 应该是 倒是这个肉呢 是因为刚烤的 所以这个肉的那个烧烤的香味还在里面 味道还不错 好那也多吃点吧 牛扁的做法比较特殊 将牛肉牛肝牛肚等爆炒到八成熟 再加入一些巴刹人喜爱的香料 这是制作巴刹特色美食牛扁的基础准备 最关键的食材是把牛胃里未消化完的食物挤出汁液 这就是做这个叫牛扁哈 对 这个锅里面最重要的汤料 对吧 对了 我们这个吃法有什么叫做好处吗 有什么功效吗 这个吃啊 一个牛他经常吃在锅上他吃的草 已经含了不少的草油在内 对人体有好处的 哦 是啊 它的蛋白质是相当高 哦 是这样 嗯 对 从巴刹人吃牛扁这道菜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 逐渐摸索出的生存智慧 而吃这种带着生血的红肉 我想可能这就是传说当中如毛隐穴的猎手豪情吧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 但是没有相应的文字 巴刹人掌握的所有的生存技能 全部依靠面授口述 才能够得以世代相传 这就是传奇的巴刹苗寨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左边中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